南投鱼齒桑 木吉兰西畔的这间农场 不用农药 化学肥料 只种十令蔬果 整个农场围绕着循环二字 这个就是我们香菇 我们菇农它不要的一些菇头 那我们经过一个干燥的时候 那这些菇头我们就会把它磨成粉 然后去取代一些给鸡吃的饲料 饲料成本因此少了一成 鸡的育成率反而更好 鸡吃了香菇饲料排出的便便 农场也没浪费 在混合上有机质丰富的肺菇包 就成了最天然的堆肥 下角料进来之后我们就是质菌 那其实质菌它里面的温度是蛮高的 我们从里面挖出来 它中心温度大概会有70度 这个白白的就是菌丝 它在高温之下 它就会开始把里面不好的一些 不好的菌给杀掉 以往要花半年的堆肥时间 缩短到一个月 气味也大不同 许多的养鸡场都是零币设施 民众不希望设在住家的附近 不过现在我所在的这个鸡舍 有1500只鸡真的闻不到什么样味道 因为这底下可有法宝 鸡之脚踩的电料过去用的是粗糠 现在混合菇包做成的新电料 可以吸水还能除臭 以前我们像这种硬的结块 然后里面累积之后 我们在清的时候 一挖开它整个是 整个味道整个是散这样散出来了 那个是戴三层口罩也没有办法去预防的 那现在你看看到这样挖起来 它虽然还有湿湿的地方 但是它没有像以前就是整个结块 有了柔软的固包地点后 鸡舍冬暖夏凉 小鸡不用打针就能长得头好壮壮 我们的育成绿最高有达到九层过 它鸡健康的时候 它的产单率就会高 整一切的改变 就从这些包覆在稻谷上的绿色木霉菌开始 木霉菌它纯介于大自然界 它其实是一个分解 大自然那些剩余物质的一个菌种 因为我们用的那个稻谷是我们那边比较差的那些稻谷 拿来做这个培养机 不然有些会拿去做饲料迷那些 台中农改厂以飞起稻谷为培养机 运用太空包的剩余物质 开发出生物制剂 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成功落实到田间 养这个木霉菌然后用这个益肺这些微生物 然后再喷到我们的所谓的菇菌的下脚料 农民自己就能制作液态制剂 喷洒在废谷包和生鸡粪上 就是最好的有机堆肥 这个生鸡粪是很好的肥料 因为价格便宜取得容易 台湾的高冷蔬菜区都普遍地使用 不过它的臭味也引来了蚊虫苍蝇造成环境的污染 现在在这个有机蔬菜区呢 它们将材质做了一些些的改变 也解决了臭味的问题 我们把这些肥料都拿到田间使用 那第一个降低我们肥料成本 好 第二个再来说 在我们一般使用外面的有机肥料 跟我们自制的这些鸡粪肥 下去做比较的时候 短期叶菜类 一个月的成长 我们可以缩短到三至五天 以往农场还要购买有机肥 现在把极致粪便和太空包再利用 珍惜资源不用再花钱买 效果反而更好 快点 快点 而这一切的初衷 是想要减少废弃物的产出 多次采收的 像那个木耳 香菇 它就采收多次以后 它里面的养分比较少 那种就比较没有人愿意 收去当肥料的调整材 所以那部分它的量就很多 那部分就是处理是一个问题 透过资源的再利用 和跨领域的合作 剩余资源的生命周期延长 也缓解了废弃固包的产出问题 农业资材循环利用 典沛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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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来点到 回来 解决 解决 解决